重庆乌山县政法委书记饶文卫因为写了52篇文章批评共产党以及薄熙来 并由朋友发给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 重庆国安经过调查发现了作者的身份 2008年薄熙来下令逮捕饶文卫并重判他12年 引发重庆官场的震动 饶文卫父亲4年来为儿子申冤但没有结果 薄熙来倒台之后饶父再到重庆高院申诉依然受到威胁和推诿 饶文卫曾是重庆市最年轻的政法委书记 也是重庆市委研究室调研员兼重庆市决策研究学会秘书长 这是重庆市最高的决策参谋机构 因为对官场黑暗深感不满和郁闷 饶文卫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笔记本上 后来整理成短评共产党系列 其中包括点评薄熙来就职演说的文章 饶文卫把文章交给三两好友阅读 一名朋友在饶文卫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这些文章发给海外大纪元网站 文章刊登后引起重庆国安注意 国安先是查出投稿人士陈小凤 然后查出了饶文卫 曾同饶文卫在同一间区服刑的泛兰联盟负责人张启 今年5月从重庆渔州出狱 最近他将饶文卫的这起案件曝光 张启说 饶文卫曾经担任秘书 有写日记的习惯 他把写文章作为发泄不满的方式 他在乌山 乌山因为是一个移民大县 那基本上全重庆市移民的那个问题 移民当中三峡库区移民有很多问题 那么集中就爆发在乌山 而且他当年在重庆市那个政策 那个决策研究协会的时候 他也看到了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决策的出台 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 是很多时候是一些官员 一些主政者拍拍脑袋就决定了 他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官员 他希望把他的事做好 但是呢 也有很多的无奈 然后文卫在短评共产党第52篇中 对薄熙来到重庆就职的演说进行点评 文章说 其实薄熙来们的屡心表态中 翻开这些遮羞布 我们就看到了底下藏的全是些什么货色了 集权 独裁 党司等等 人类政治最肮脏的东西 都在共产党的体制里了 他觉得薄熙来浩大喜功 这是第一 第二 有的时候就做作 太过于的想推销自己 然后做一些表面文章 但是事后来讲 他的那些所作所为 是给重庆的23000万市民留下的是个烂摊子 然后为自己也懂经济 他本身有学法学 做事去学的经济 他觉得薄熙来这样的做法 是相当令人反感的 就写了这样的几篇文章 就针对薄熙来的 重庆国安向上汇报姚文卫之后 薄熙来亲自批示严肃处理 并且成立一个专案组 除了指控姚文卫煽动颠覆国家罪之外 还给他罗芝受贿罪 并对证人进行刑讯逼供 以达到坐实罪名的目的 姚文卫被抓之后 重庆官场中高级官员都在疯传这件事 而四年来 饶文卫的七十多岁老父亲饶金江 不断地为他奔走申诉 但是直到今年薄熙来倒台 也没有出现平反松动的迹象 我不再一次薄熙来倒台 而是以中规法律的公平证明 来为我儿子进行申诉 也说我儿子难道我规法律的规定来讲 他没有准 他不应当受刑罚处罚 你说 所以我就得 不管在哪个时候 老朽给日子的人情是要 审恕到底 一直到 撤下 用判处 宣告我日子无罪 张启7月30号陪同饶富 再赴重庆高院申诉 重庆高院的法官最终同意立案 但没有告知何时答复 张启说 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来到重庆以后 并不是抱着解决重庆冤假错案的态度 而是采取能拖则拖 能缓则缓的策略 想把冤假错案抛给下届政府